红西游就2002年 要大大淹大水 60几%都淹水 甚至有的淹了几个月都不退 所以我去实地勘灾以后 印象当然最深刻就是说 树美师姐带我去洪西河 那个沿岸 哇 看到说原来本来是 七八十米宽的河道 变成只有七八米 十米左右 那原来大概这个 八米要十几米的 只剩一两米了 原来都是垃圾堆积 违章建筑在沿河两岸 回来跟上人包裹 上人就很不舍 好像那些孩子都在垃圾堆里面 大小便利都在那河 隔没多远 还用水洗澡啊 洗脸做豆腐等等 所以上人就说 是不是可以请企业家回来 我们来供商 如何帮助这次的大水财 那后来当然就说 黄不过又回来 亲自跟上人 那时候才有指示 武馆旗下的故事 那黄伯伯回去 要为了整治红西河这个事情 他开了一个企业家的联谊会 又要我去解释 去讲上人的指示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帮助红西河 为什么要帮助加卡塔的水患 那那个时候他就很用心的 就请了阿元师兄坐在我的身边 那阿元师兄那个时候第一次见面 他穿了当地服装BATIC 那我印象也非常深刻 我总觉得他 黄伯伯亲自介绍他 而且他坐在我身边 要我等于是用心用力的介绍自己 一定啊 是他心里面所主的一个有缘人 他是真的跟上人也很有缘 所以他完全服从上人说 无私无我 人家佩服他 那他要带动他自己先出 所以他才能够赢得 无没问题师兄的这个风号 那因为农年跟阿元师兄的关系呢 我们跟军方也好 郑方也好 都有很好的关系 因为你要在印尼社会呢 做很多很多事情 也非要政府帮忙不行 你说红西河要迁居 那当然是政府要迅导 但是经费哪里来 其实就是大企业家 他们也是等于支持政府的这种 这个忌贫富困的计划 当然其实最感恩的呢 还是黄伯伯跟林伯伯 他们还是最主要幕后的这个动力 印尼最大的两大这个企业集团 都做我们的后盾 我还记得是大爱春 美格瓦迪总统来剪彩 那一次呢 本来他是不讲话的 印尼非常深刻 因为我就坐在他旁边 那当然我们就介绍说 上人是一位女众比丘女 他一听女众他就兴趣就来了 他忽然怀过头 就跟他的参谋长说 他要讲话 那我就看后面一阵骚动 忽然他就上台去讲 讲了还十多分钟 就是感恩慈悸感恩上 那我透过翻译我了解他说 他讲的说 在他做副总统的期间 其实Chakada有十几条 像这么脏的河流 他们是束手无策 但是今天看到 慈悸在印尼整治的洪西河 是正言法师 正本亲人 指示的结果 他非常钦佩以外 他觉得这个是一个范本 所以他亲自要上台 自治讲话 那当然后来还有 这个后任的总统 还有省长 部长 所以这样子一接上来以后 慢慢慢慢整个洪西河的事件 从盖大阿一村一村二村 一直到医院 到现在整个金卡莲 那些孩子都长大了 有的事业有成 读大学或留学等等 一直到现在发展的四大之业 目前意愿正在盖当中 我真的说真的 想都不敢想说 今天印尼会有这么大的规模 而且这么短的时间 几乎快要四大居住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